桃园周姓男子,23岁,被认识三个月的女网友指控,去年10月间二度带她到其住处,要她同床共一眠,在她耳边称想要,然后不顾她是否答应,便锁起房门脱她的衣服,对她性亲得逞。 检察官真办时,周姓男否认性亲,变成两人是男女朋友,和女生亲热都经过她同意,因没准备保险套,女生当时还说怕的传染病,要她以后不要做了,但后来还有第二次,事后还和女友相约到摩铁炮落汤。 女生也承认和周姓男相约到摩铁炮落汤,但这次没有发生性关系,检察官认为女性遭殿后,通常会立即报警或告知有人住报案,厌恶对方,拒绝往来,很少会持续通联,甚至相约炮落汤,而女网友并未在第一时间报案,事发后还相约炮汤,因此认定并非性亲,今天对周姓男不起诉处分。 桃园市周姓男子被女网友指控二度性亲,检方任指控友谊,对周男不起诉。 事意图Engamage分享。